中国首当偶像男团进演养成类真人秀《偶像练习生》自播出后就备受网友们的关注 节目中的选手李希侃是谁呢? 据悉,李希侃是麦瑞娱乐练习生 2017年11月,麦瑞娱乐公开其练习生身份 2018年1月,以麦瑞娱乐练习生的身份参加爱奇艺偶像男团进演养成类真人秀《偶像练习生》 麦瑞娱乐是一家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 而作为第一波出场的麦瑞练习生完成出舞台后 却都没有得到自己预想的评级结果 严格的评级规则也使得现场紧张感再度上升 虽然评级结果比较自己最开始的理想等级有所降低 但少年们也因此有了想要更加努力的决心 据悉,另一位练习生是在进组前的48小时内才接到出舞台练习任务 不少网友在看到完整版视频后也表示了对他们的各种期待 节目中罗正语出惊人引发观众爆笑 纷纷表示,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罗正 因为高颜值而发型不搭被网友调侃 天神般的长相毁在发型 李希侃镜头虽不多,但是也被很多人迅速关注到 网友化身显微镜女孩寻找关于他的所有镜头 于明君在接受等级判定的时候 紧张得额头大低的汗珠从脸上滑落 也让不少粉丝表示心疼 李希侃是一位很有实力的小哥哥 但节目给他剪辑的镜头太少了 但在第三期小组对决中 身在B组的李希侃可谓是大放异彩 个人对决获得80票决定了B组的胜利 小哥哥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呢 去微博后发现 李希侃这个练习生的虽然年仅19岁 但是人生经历十分丰富 温州童星快手红人还做过非主流 9岁童星出道 搭档吴玛出演35集本土连续剧《大男主》 本剧可在爱奇艺腾讯观看 17岁出演微电影《安安的黄海路》 演绎一位生残之间的青年 感动中国